我坦白講我覺得這個算很高招 因為其實很多國家 當然是以美國或歐洲為首 為了要這個抵制中國也好 那就透過這個明年的這個東奧 為議題來下手 當然就是說大家威脅就是說 這個主要是因為人權的問題 或新疆等等的問題 然後呢就是說要抵制 可是我說真的到底抵不抵制 到現在沒有一個確切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包含美國都沒有說 我確定要抵制了 當然有一種說法是說 有可能怎麼樣 我是官員 我官員不參加 但是我的運動選手照去 這也是一種模式 我覺得最後這一種模式 有可能啊 有可能在某一些國家 會實現也不一定 但是就是說至少 我覺得中國大陸出手 在聯合國提出了這個 所謂的休戰決議 因為這個決議事實上 是一個比較平和的 是比較溫和的 對比較溫和的 甚至是一個比較軟性的 告訴大家說 在這個奧運的這個期間 大家全球都來呼應 然後呢都和平對話 和解等等 那事實上這個我覺得 對於中國大陸形象 會有一些改觀 那對於這個帕奧的進 這個東奧的進行 也會有一些幫助啦 那不過我覺得當然 這個其他國家是不是真的 我說就因為這樣而不抵制的 我覺得這也很難說 因為包含德國 我看他們也出來講說 他們也要針對這個 這個東奧有一些意見啦 意思就是說你這個人權問題 不解決我們搞不好也會抵制啦 不過這個要觀察 不過我覺得至少這個 有這個決議出來 大大的降低啦 大家對於這個 這個明年這個東奧的負面印象 那還有一個創造一個氛圍 至少因為呼應的國家 其實蠻多的 那是不是因此這個降低敵意 那最後真的假設我說真的 如果真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抵制 官員也都去 那當然這是對於中國大陸是高標 那我覺得低標 對於他們的低標是說 運動員都參加 有一些官員也不參加 我覺得某種程度 他們也許心裡能接受 因為那個什麼中國駐大大 那個張軍啊 就是他駐中國大陸 他說什麼 他說不管你 不管你抵不抵制 這個什麼明年的這個冬奧 照樣舉行 對啊 而且他不是之前大陸 都已經有官方說法了嗎 我們也沒有一定要邀請這些政客啊 是啊 所以說我坦白講 他這個講話也蠻有自信的 所以說中國大陸真的 我覺得我剛才上一題 不是講說常常兩手 其實他剛才張軍講話 這個覺得蠻硬的 可是你看他說 他去提這個所謂的休戰決議 是比較軟性的啦 所以我覺得對於中國大陸 感覺他沒在怕啦 美國跟歐盟的高官啊 包括美國的副國務卿 還有歐洲的對外行動署桑尼諾 這個副秘書 秘書長對話嘛 那對話的時候 後來就事後發了個新聞稿 結果在這個新聞稿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其實呢 這個對話之前 那時候路透就有報導了 說美國跟歐國他們要談什麼 談對中的政策喔 那時候你看12月2號才出的一個報導 然後官員還透露 透露要發布強而有力的聯合聲明 趕快來看看 聯合聲明到底有多麼的強而有力好嗎 就是在這裡聲明在這裡 來包括對新疆和西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系統鎮壓 他和香港自治和民主受到了侵蝕 雙方表示有興趣 繼續就中國人權問題進行交流與合作 好 各位 我們看到了幾個關鍵字 有新疆 有西藏 有香港 還有中國人權的問題 好 再來 對於中國跟南海 東海跟台海問題上 採取單邊行動 破壞地區和平與安全 影響美國跟歐盟的安全與繁榮 表示強烈關切 喔 強烈啦 所以強而有力 最強的字在這裡 強烈關切 是嗎 是嗎 介大使 台灣 他沒有講台灣喔 他講的是台海問題喔 其實在外交上面 這個台灣跟台海就有差了不是嗎 對 差別很大 是啊 強而有力嗎 這個是美國在主導的嘛 就是美國現在 這就幾個題目 美國要玩的題目 他就是我說烏龜戰法 就是烏龜咬下去 他嘴巴不會鬆的 你不要說 我們怎麼說 他玩不膩啊 玩不出什麼花樣 我跟你講這個題目 他要玩個十年八年 繼續 還會繼續玩的 他就是不斷地 製造他們一個自己 自認為的道德制高點 找到一個話語權 用所謂他們認為的價值 來對中國大陸發動進攻 然後美國一定是找歐盟 一定是找歐洲的盟友 那歐洲在這個方面 其實上是配合的 你記不記得就是說 今年在年中的時候 在這個聯合國的投票 當時大概差不多的是 一百多票對四十票左右嘛 那其實過去 只要有關人權的方面 就是說美國發動的 對中國大陸攻擊 大概最多就是這個 就西方國家要動員到那個程度 所以我覺得他們還在玩一個 幾十年來的老遊戲啦 你剛講的是叫烏龜戰 烏龜戰 烏龜因為烏龜很奇怪 不要給烏龜咬到 烏龜一咬到你 他嘴巴就永遠咬住 他不打開的 他不會打開 他不會說你拍他腦袋 你捶他他就把他嘴巴 他沒有他就是咬住就不放 這我還真不知道 這就是咬住不放戰略 那美國這個戰略 他現在我看 是基本上是不會放 大概他每一年到了五月 聯合國要開始這個 人權會議的時候 之前就開始暖身 然後一有機會就提 一有機會就提 這是他跟這些歐洲國家在做 不過現在就是說 我們提到這個東澳 其實我覺得我看到的消息 現在唯一受邀的 重要國家領袖是普丁 好像普丁想去 那提到美國的話 大陸就說我根本沒有邀請你 所以你制裁什麼 然後另外一次 這個你知道這一次的冬奧 基本上不開放外國餐觀光客 防疫的原因 他根本就管制你外面人進來 那所以大陸你就看他現在要營造 這個一個是什麼樣的一個 國際運動會 你知道這些國際運動會 這個冬奧基本上 北方國家在看 你溫帶國家到熱帶國家 根本沒有冬季運動 沒有冰沒有血他有什麼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些對哪一些 對北方國家哪一些 對北歐國家 是 北歐國家是這個運動會裡面的 大大真的是 最大增額 講牌的大戶 對 俄羅斯也是大國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 你要看多少北歐國家的人會去 然後呢 普丁去不去 今天大陸可能就要營造一個 這是中國跟俄國之間的 很重要的展示 雙方這種密切盟友關係的 這種一個機會 正好還不要你這些西方國家 來攪局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如果說 這一次在聯合國的議案 大概只有二十幾個國家 站在反對立場頭下 都是美國發動的 美國一定會發動 他朋友去阻止 那如果說他美國只能動員二十幾個國家 我覺得他到二月份 美國應該不會在這個文章 繼續做很大 因為做盟主 你才能搞二十幾個小兄弟的話 那個不是表示他多有利 是表示他多差 百萬目標 所以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來共創2021的奇蹟 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